有个90后的小伙子 一分钱没套就拿下了一家超市 还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入了150万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小伙子看着每个地段好 装修也不错的超市 就是老板经营不散 每个月都在亏钱 想转手转手费要100万呢 这小伙子就跟老板商量 说我先给你10万做押金 超市就归我经营 一个月后我再给你90万 要是我给不出这90万 那10万押金我也不要了 老板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就答应了 然后这小伙子就开始了他的妙招 他搞了个活动 只要顾客充1000元 就能得到1000元消费了 还能送1000个鸡蛋 最后再返1000元现金 老板经营一听 正好是拿道具 都抢的充钱 一下子就有1500人充了卡 有人可能会问 充1000反1000还送1000的鸡蛋 这小伙子不是亏大的吗 其实这里面有门道 这1000的鸡蛋不是一次性平易的 而是每都领10个 能领100周 这样一来 老板先就被这小伙子锁定了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每周领10个鸡蛋肯定不够 所以每次领鸡蛋的时候 顾客都会顺便买点别的东西 而反的呢 1000元现金呢 是顾客每次消费的时候 可以用消费卡里的10%来抵用 等这1000块全部抵用完之后 小伙子才会再送出1000块钱现金 这时候顾客已经在店里消费的 真的1万块钱了 就这样小伙子不仅一月内收回了150万的现金 还清了老板的90万 那些手上还多出了60万的流动资金 最重要的是他还锁定了1500名忠实的顾客 那这个超市从此人其妄想 所以说做生意要想赚钱就得学会转变思路 改变认知去赚别人看不到的钱 那么中国人哪个不勤奋呢 但真正的勤奋得是在不断刷新自己认知的基础上 所以得多去结交那些认知层次比你高的人 他们可能不会直接给你钱 但他们会分享他们的高层次认知给你 这才是真正的宝贝 只要你脑子里有了这些高层式的认知 赚钱就会变得像顺水推舟一样简单 生活也会跟得顺顺利利 就像我一样 在遇到定位和特劳特之前 我收入虽然也不低 在说白了就是的销售 那种赚钱方式总觉得不踏实 后来我友情碰到了一个项目 是一家包子铺 我试着用定位思维去经营这家包子铺 结果你才怎么着 一年就赚了6000万 我和我老婆都得开了花蟲 同类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拜特劳特卫斯 跟他学习定位思维 现在我也想把这些好东西分享给你 点击左下角365 就能看到我录制的视频壳 我把我20年来积累了经验 还有定位思维最基础 最精髓的东西都讲清楚了 告诉你怎么提升认知 怎么赚到属于你自己的那桶金 你可以买个课程跟家人一起学 培养你们的商业思维 提升认知 逆袭人生 这条路就摆在你面前 走不走就砍一只脚